如此低的预算也是难为人了 本次业主两口还没有结婚 33岁男业主在外界工作 28岁的女业主也在同一家公司 正经的办公室恋情 男业主为了结婚不得不盖婚房 看来小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不小 看着情况没少啃老 业主要求 1.大且宽敞的房子 2.有霓虹灯的装饰 3.能够感受家人 4.能够洗脸和化妆的惯喜事 本地块位于东近郊住宅密集区 东面和南面和邻居紧紧相连 地块面积100平米 建设密度只有40% 也就是说只有40平米可以建设 还不如四个做核酸的帐篷打 但是还有更艰巨的问题就是 新加2000万以下 又是一个极限预算 本次设计的倒霉 但是老将哥 62岁的老将哥保到未老 在三个方案中脱颖而出 老将哥的总只是创造出 令人愉悦及动感的空间 将土地利用到极致 把建筑密度控制在40%以内 这么做的密集就是作为储藏室的半地下空间 这个设计手法之前也介绍过 总结一条就是 头面积 对本项目来说 除了控制在40平米以内 剩下的60平米 老将哥要充分利用 日本建筑法规定地下室深度在一米以上 超出地平线的部分不能超过一米 都统称为地下室 不会计算在建筑密度和容积率之内 巧用这地下室 可以让狭小的房间产生宽敞的惊人效果 地下室天花台高一米和起居是连度会产生高低错落感 错落感的分界则是两个功能空间的分界 内部则是错层相连 这种结构形式称之为错层式建筑 无论在家中任何地方与上下楼层的空间都相连 本来是两层楼却能感觉到三层楼的宽敞 看一下整体格局 一楼北侧半地下室是储藏收纳室 南侧则是玄关 客餐厅 厨房 卫生间 二楼北侧则是露台 南侧则是主卧 惯喜室 浴室 卫生间 阳台 本次预算包含设计费 总共1900万日元 选个黄道 即日就开工了 估计一想 黄金万两 三七二十一天 基础和办地下室搞定 下一步就是木结构安装 避免不了的 花了两天时间 房子慢慢也有了雏形 除了办地下室 还有一个设计的秘籍 把土地利用到极致 但地下室的上部空间也有效的利用 在日本建筑法规定 屋顶的雨棚只要在一米之内 即使周围有墙壁 也不算在建筑密度之内 因此把露台挑空 创造出既是房子的部分 也可以视为户外空间 露台的顶部有开洞 实际上是房子的一部分 这种造出来的空间 在日本建筑法律上 不是为建筑的一部分 整个这个部分都不算建筑物 筹建没有 就是三个个 都 面积 这个也是高宫最在行的 很快施工到了地板阶段 为了节约成本 办地下室添花用木地板 考虑到露台挑空会直接淋到雨 那就必须在屋顶刷上防水涂料 这种涂料有种专业术语叫做 液状玻璃纤维强化塑胶 名字多少有点绕口 统称为防水涂料 这么一搞绝对不会出现漏雨的情况 业主中途来视察 走到地下室就感觉不对了 媳妇希望把楼梯踢板拿掉 采光更好一些 得到指令的师傅们开干起来 手艺不错 不一会就弄好了 窗户居然也有鞋的 这是什么鬼 外墙是呈现南高北低的倾斜状态 做成这样主要也是因为 外墙市面的纹理效果 不顺凹凸槽来 时工会变得很麻烦 顺着外市面凹凸槽来 就会让窗户倾斜 相应施工就会简单很多 外里面也就会看得很顺眼 之所以称为斜屋顶 是因为考虑到周边房子的采光 这个七米高度刚刚好 再一个 北侧面向道路 对建筑物的高度有五米限制 为了利用最大 所以两边都取最高值五米和七米 从而造成了斜面屋顶 还有一个省钱的地方就是 一楼二楼省了天花板 不必要的装饰 尤其是二楼的天花板 大幅省下施工材料费 还能确保室内的宽敞空间 定制橱柜也安装到位了 洗手盆梳妆台和二位 一定制成功 这个时候考地瓜的过来的 看到这地瓜车 让我想起了路边的 看来是全世界都一样 走街串巷做小买卖的 就是不知道霓虹国城管管不管 是不是和中国似的粘着跑 烤地瓜的目标是柴火 夜主见机会来了 废柴换地瓜开始交易中 为了省钱从烤地瓜师傅那儿得到启发 用边角料做家具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半天功夫两张单人床搞定 施工到了首尾阶段了 露台护栏一装 入口瓷砖一贴 室外尾档一拆 基本也就搞定了 看看最终效果吧 打开大门进入户内 乍一看给人很狭小的空间 内部却有5.2米高的空间 令人惊讶 一侧的巨大玻璃 给人很大的冲击感 这个玄关给业主增加了 搭搭面子的油 打开玄关右侧门 则是各餐厅和开放厨房 面积足足有27平米 餐桌放上还是显得宽敞 就是这个窗户 着实有点很别扭 小伙伴有没有同感 厨房部分不用说 炒菜收纳棒棒多 餐桌一侧 通过错层可以看到露台 客厅对面 玄关下边则是办地下室的储藏室 足足有13平米 这都不是算在建筑面积之内的 白给的面积必须要 必须用 而且还要充分的用 乱七八糟的一放 立马有了生活气息 楼梯的挡板去掉 确实采光很好 往上走则是露台 和办地下室一样 不包含在建筑面积之内 屋顶的镂空给人很大的开阔感 还是高宫那句老话 白天烧烤 晚上啤酒应有尽有 业主更喜欢一红凳 所以布置了很多小凳凳 甚至露台往上走 则是二楼的主卧室 面积也是有20平米 卧室还可以直接看到室外露台 主卧旁边则是媳妇重意的关系室 突出一个字就是梳妆台药 大 洗洗脸化化妆也是美美的 后方则是带有按摩浴缸的浴室 业主总共花费1960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98万 看看一下效果 大家觉得是否值得拥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